为了开创部落妇女第二专长训练的课程 秀林乡布拉胆社区发展协会 向劳动部争取了职业训练的课程 开办了泰鲁阁族文创伴手礼班 邀请了专业的讲师 从专业课程和手作技巧深入的潜出 为部落妇女传授技巧 在短时间内取得最实用的就业技能 迅速投入就业的职场 来增加就业和创业的能力以及机会 华林县秀林乡布拉胆社区发展协会 每年都会向劳动部争取在职训练课程 来开创部落妇女第二专长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投入职场 而这次真是以泰鲁阁族文创伴手礼相关训练课程 让大家能够喜得记忆 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接受到 北训给我们的一个失业者职业训练的一个课程 那每一年其实在布拉胆这边我们都会办理一个班级 就是有做有关于我们泰鲁阁族产业的一些记忆的训练 那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年开设的班是泰鲁阁族文创伴手礼班 那也是为了搭配我们每一年夏天的时候 也会在三站这边有一个文化市集 那在今年的时候我们特别开设这个班 也是为了文化市集再做一个预备跟筹备 那欢迎大家游客到我们这地方来 也看看我们的学员的成果 顺便有机会也来替我们鼓励一下支持一下 感谢 前来学习的布拉胆尼则表示 协会开办的在职训练内容可以说是相当的活泼 而且实用 大家可以说是受益良多 我们在这里协会办这个文化专益 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只是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我们一些事业的妇女很有帮助 当工艺时代来临 传统的工艺逐渐消失 物品被大量制造统一生产 取代了传组手工艺技术 然而泰鲁格组传统织布以及工艺技术 相对也逐渐因为工艺技术进步而被淘汰 因文创兴起又开始未为风潮 传统编织诸式工艺逐渐转型 从传统满足生活所需的织布备单 筑马以后转换为创意商品 从中学习到提升部落产品的多样性 真实其境体验创作纪念型的消费商品 用合作经营融合在地部落特有的文化生活方式 正在伴手礼方式进行商品展售 进而提升绣营乡工艺产业体质与精争力 并且改善生活品质 创造部落原住民在地就业的契机 记得请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